大家好,这个虎翅梅有一些进入了冬季之后 是一朵花都没有见过的 大家看我这一盆虎翅梅的话 现在枝头上面挂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花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为什么你养了这个虎翅梅 它就是到了冬季不开花 而我的还能够开花呢 其实在养护上面我们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就可以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光照问题 好多花友在冬季气温刚刚下降了之后 就迫不及待的把这个虎翅梅挪到室内去跃冬 那么在室内的这个环境的话是比较温暖 但是缺少光照 缺少光照的话这个虎翅梅它开花就会变少了 所以在冬季养虎翅梅 我们也要把它放到一个光照比较明亮的地方 能够接触更多的太阳 这样它开启花来才会更轻松一些 还有第二个就是有些花友觉得到了冬季之后 就不该给这个花卉施肥 给它施肥的话铁定是出现肥大烧根的问题 那么这个虎翅梅你想它一年四季都在开花 开花这么频繁的话 那肯定是需要很多养分的 所以我们在冬天想要它开花的话 这个养分一定不能够缺 我们每隔一个星期就给它用一次花多多二号 以1比1500的这个比例对水交换就可以了 肥料光照都给足了 那么这个虎翅梅开花也就更轻松一些 那么还有第三个在冬季的时候呢 我们养这个虎翅梅浇水呢一定要注意一些 就不能够再浇那么多的水 因为冬季它的增腾作用呢是比较低的 再给它浇很多水的话呢 它的根系就很容易腐烂了 冬季虎翅梅能不能开花 就看我们的养护方法有没有做到位 好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 感谢观看